大家好 凉拌菠菜怎么做入味又好吃呢 今天分享它的详细做法 先调一个灵魂料汁 碗里加蒜末 葱花 斑椒结 浇上一勺热油 激发出小料的香味 调味加盐 味精 白糖 两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待用 然后锅中烧水 下入一把粉丝 给粉丝煮两分钟 煮好后将粉丝放入清水中过凉 过凉后 铺在案板上 给粉丝切成长一些的段 菠菜准备一把 洗浆后 将根切掉不要 再切成长一些的段 接下来锅中烧水 加入一勺盐 少许的食用油 将菠菜下入锅中 大约焯水一分钟 菠菜一变色就可以了 捞出放入清水中 让菠菜迅速的冷却 准备适量胡萝卜丝 将胡萝卜焯水一分钟 烫熟后和菠菜放在一起 冷却后上手转一下水分 不要转的太干了 放入大碗中 里面加入粉丝 洋葱丝 再将调好的料汁倒入碗中 上手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 美味继承 装入盘中 就可以开动了 真的是好吃又开胃 满分一百的话 你会给这道菜 打几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今天 做好菜